好,大家好,剛才民陣是跟警方開會去討論關於7月21號民陣發起的行動的一些安排的 剛才在會上,警方也都建議過民陣是基於公共安全的考慮 希望民陣會將我們的行動改期,但是民陣是不認同的 我們反建議,其實民陣是希望我們可以由集會改成一個遊行 警方也都說,近日有很多不同的公眾活動在發生 民陣是推了一步,讓了一步 就是給警方多一點的空間可以安排 我們是建議警方可以在20號或者21號給我們發起遊行 我們那個起點是銅鑼灣去到金鐘或者中環一帶 我們保留一些彈性,讓警方可以做出一些選擇 讓我們可以有一個合法和平安全的遊行可以發生 因為最近一些社會的民怨依然是沸騰 我們看到是需要有一個遊行去給市民去表達他們的意見 而我們看到香港其實現在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 林鄭月娥沒有回應過市民的訴求 導致社會上的紛爭不斷 為有獨立調查委員會才可以還原到事情的真相 才可以為現在的民情去降溫 我們要求林鄭月娥必須要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去調查過去發生的事件 我們亦都呼籲所有的市民 無論我們的行動會是20號還是21號 無論我們的起點會在哪裏 大家都一定要出來參與這個行動 我們一起去表達我們對林鄭月娥的特區政府的不滿 我們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 梓健可以多說一些警方說了一些具體理由 為甚麼他們要民陣改期呢 如果改期的話他們有沒有建議過要改到何時才可以呢 他只是說了是基於公眾安全的考慮 他建議我們改期其實是一個相當遠的人子 叫我們去到八月才去搞 有可能當時那個社會的民情沒有那麼沸騰 但是民陣是見不到 如果林鄭繼續躲在警民衝突的背後 而不認真去處理這個政治的爭議 其實這個民怨怎樣可以冷卻下來 我們都是建議林鄭要解決現在這個問題 最重要的就是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 我想問一下本身的集會在晚上舉行 但是現在油行應該會是早上早 或者下午這樣的時間 但是果然都會有些地區的遊行 是否擔心分枉了這個人數呢 還有為甚麼會由遊行改造集會呢 集會會不會和地區遊行可以開會好些呢 好 首先其實關於遊行人數 香港人都已經創下了很多的紀錄 即是在這個6月16號有200萬市民上街 其實是說接近每三個香港人就有一個出來了 即是這個比例其實任何的政府一早都要問責下台 我們之前去選擇去做一個的集會 是因為知道在同日的中午是會有其他團體 是用同一個的議題是會有遊行 民陣我們覺得不需要這樣去重複的 但是現在我們知道其實同樣以五大訴求作為 即是我們的爭取目標的一些的遊行 其實沒有在當日裏辦了 我們也可以按照現時的社會氣氛 改為這個遊行這樣 而人數這個我們真的不擔心 那問回不反對通知書 就是方家都有不同的意見 認為警方現在應該是暫停批出不反對通知書 現在民陣這個活動是有沒有獲得了不反對通知書 如果沒有的話民陣會不會繼續成交 首先我們要看警方會怎樣處理 因為現在我們仍然和警方商討當中 我們都已經給了很大的彈性警方 可以讓我們去發起一個合法安全和平的遊行 我們再一次 我想重點其實是在林鄭月娥方面 所有的五大訴求其實都是一些人權方面的爭取 我們要撤回這個引渡條例 也是因為這個引渡條例 在破壞法治和人權的保障 如果你說是要禁止遊行 不批出不反對通知書 用這個方法去處理爭議 其實是用進一步打壓人權的方式 去回應市民人權的訴求 明顯是原目求如的做法 我想問一下 其實警方有沒有說幾時會回覆 給你們的決定想法 考慮20號還是21號 或者你們會不會有一個人 說如果警方沒有回應 我們照樣21號會舉辦一些活動 其實當財會上面 警方都承諾了會安排明天會有會議 跟我們具體地去看看 究竟我們21號或者20號的行動 可以在哪裏起步 或者在哪裏做終點 我想要去到明天的安排才會明朗 我們都要向公眾去補一個抱歉 因為在安排上面作出一些更大的改變 你問幾時 八月幾時 他說八月幾時 他說先看定些 因為放眼七月他們都覺得 那個民情氣氛是高漲的 他們就只是建議了 例如八月 但是八月是幾時呢 其實他都回答不了 對 會不會提起網民情 是不是或是接近這些政府 去接近這些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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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現在最重要的其實是 我們的市民 是有一個安全和平 合法的一個集會可以做到 我們在時間 我們在地點上 保留多一些的彈性 給警方去安排 他會不會有彈性 是現在人們 你中間那些人才會拆槍走過 就是可能走過少許 走過少許 這些會怎樣做 有一個回合的回合 我回答 不反對通知書也好 任何遊行集會示威也好 要達成和平 理性 非暴力 或者是任何安全的環境 去造成安全的環境 是必須要靠四方面的 我今天在和警察開會的時候都有提出過 第一件事必須是林鄭月娥 政府方面是要回應市民訴求 第二方面是警察 是必須要真的用和平的方式去處理 一些和平的訴求和平的示威者 第三件事就是這個主辦單位 主辦單位是要有足夠的抖冊 或者是足夠的一些發放消息的渠道 令到大家都可以安全 第四就是參員者 而怎麽樣可以達成這四樣東西可以做到呢 都是靠政府的 其實 如果政府是一直不回應大家的訴求 最後只會令到不停有升級的行動 不停有底線 而第二件事就是 當警察是不依法去執法的時候 去無理直接驅散 在不反對通知書範圍內的示威者 只會令到有更加大型的衝突 如果警察是要包圍又要驅散的話 衝突只會更加大 而最好的方法就是四方面的配合 林鄭月娥會應訴求 主辦單位有足夠的抖冊 示威參與的人事 亦都以和平的方式去表達訴求 其實這個遊行一定是和平安全 但是隨便一方 尤其是林鄭月娥政府 或者警方 是不依法執法 林鄭月娥是不會應訴求 後果只是如同於整個六月的所有遊行一樣 這個想問 剛才香港民意研究所發了一份民望檢查 首位的民望就是近兩次平衡30多公道 會不會覺得經過衝突立法會 一連串的地區遊行之後 但特首覺得分裂面是 依族是滾 或者是沒有升降一點的話 會不會擔心 可能我叫林鄭下台這個口號 是還叫不叫響呢 或者是大家那個民政 會不會已經算是平衡了一點點呢 平衡還是低的 剛剛我的民政成員代表都說了 林鄭月娥的那個民望 其實是跌到低於梁振英同期 作為任期之內的一個民望 這個會不會再跌呢 我會這樣說 其實這個世界任何人都有盲目的支持者 我希望林鄭月娥不要去留在自己的同溫層 滿足於自己有自己的鐵粉 就覺得這個世界是安好 作為一個香港的特首 他要去看的 他要去滿足的 不是自己原有的支持者 而是要去聆聽多方面的意見 去整合整個香港社會 不要去製造衝突和這個分裂 這個其實是林鄭月娥的挑戰 當你會見到她維持現在那個民望的時候 林鄭月娥其實應該要去想 她怎樣可以去聽更加多的意見 去回應更加多不同市民的訴求 令到香港其實是回復一個 終然有意見不同 但是仍然可以一直走的一個局面 但是現在你看到林鄭一路的做法就是 就是去將香港去不停的去分裂 去將部分的市民去說他們的行動是不對的 但是和平的市民去表達訴求的時候 林鄭一樣是不聽意見 在過去見不同的人的時候 都是見一些他們的支持者 就是見林鄭的支持者 例如見葉劉 前陣子好像是昨天那樣 這種的做法其實不應該是我們特首的行為 他應該是要廣停 是應該要去做事的時候 是滿足每一個香港人的願望 會上有沒有解釋過給警方 為什麼一定要在20 或者你讓步可以在20號 或者是21號那個時間那裡做空中的活動 警方他們怎樣回答你 其實警方都沒有什麼去回應 因為我們都理解到警方在這些會上 究竟什麼時候民情會是民落這個政治的判斷 警方說要自己是政治中立的時候 就很難做出這些這樣的回應 只能夠民陣去說的地方就是 我們真是見不到如果林鄭月娥 繼續躲在警察的背後 用警察去挑起民間上面的對立 然後自己躲在警民的衝突後面 這樣過了七月 那市民的民怨又怎會掉下來呢 我覺得重點其實是在於 其實林鄭何時可以回應市民的訴求 假設如果今天 林鄭月娥已經出來說 她願意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話 我很相信 我們去到未來這一日 即她出來開始之後那個示威的方式 必然會換和很多 我們的遊行主題 我們仍然會以五大訴求 作為我們的遊行的內容 而我們的主題 是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去還原過去發生的事件的真相 其實大家不明白五大訴求的關聯性 其實是一約一齊的 就是當你有獨立調查委員會的時候 你追究到警察 是不是 你也追究到政府官員的責任 林鄭月娥到時就必須要下台了 其實是有關聯性的 你有獨立調查委員會 自然真相就大白 然後所有的涉事官員 和所有涉事的警察 也都需要追究 所以五大訴求裡面 其實我們是有關聯性的 而當政府做錯的時候 獨立調查委員會是認為 政府和警察方面 是有行政的缺失和有做錯的時候 而林鄭月娥我道歉 認為做錯的話 其實是不應該追究示威者的 所以這個都是有關聯性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說 獨立調查委員會有重要性 就是這個意思 我想回應的一件事就是 五大訴求其實在6月9日開始 已經叫了出來 我們已經提出了五大訴求 這五大訴求 其實從來都是非常無實的一個要求 我們要求林鄭月娥 是按照合法的程序 去撤回引渡惡法 不是要她受終政策 為什麼林鄭月娥不肯寫一封信 去給立法會去表示撤回呢 這一封信是不是這麼難寫呢 還是林鄭月娥都找不到正確的用語呢 她不懂撤回 還是林鄭月娥的字典裡 其實是沒有撤回這兩個字的 林鄭月娥寫一封信 在問題下為什麼叫撤回是一個 好像這麼困難我真的不明白 是很合理很無實的 另外就是關於撤銷暴動定性 林鄭月娥是不停說謊 她說從來都沒有定性過暴動 但是我們看到的就是白紙黑字官方文件 一份反對通知書上面 就是將612整個金鐘一帶的地區都定性為暴動 那麼這一個官方的定義是否應該由官方去撤銷呢 如果政府是說香港從來都沒有政治定性這件事的話 那麼這一份反對通知書將這個示威活動定性為暴動又如何解釋呢 所以你會見到撤銷暴動定性都是一個很合理的要求 而這個獨立調查委員會追究警方責任 亦都是關乎到究竟是不是一個暴動 其實正正就是需要一個獨立超然中立的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去還原事件的真相 而整件事情就是林鄭月娥一個人去造成的一個政治風波 市民是按照我們的公民權利是去回應政府 要求政府是可以立即停止他們的錯誤重回正軌 但是我們的政府是完全拒聽民意 才導致不停的行動升級 沒有理由政府官員做錯事無需問責 但是市民指出錯誤的時候 卻要這個市民去承擔刑罰 這個是沒有道理的 在一個這樣的情況下 如果林鄭月娥是要放生他們的官員 要放生鄭若瑤的話 要放生盧偉聰 要放生李家超的時候 其實同樣也都不應該去懲罰示威者 這個是很清楚的 而我們回到所有問題的核心就是 為什麼林鄭月娥一直以來可以不聽民意 為什麼一直可以依然顧我 正正就是因為他是一個小圈子選舉裡面產生 他只需要面對那777個投票給他的人 他就可以繼續在這裡依然顧我 所以你會見到這個普選 才可以令到我們未來的特首 是聆聽民意 虛心為香港市民去服務 這個是一個解決根本問題的方法 五大訴求其實是一個包含了短期中期長期的一個目標 全部都是理性無實針對現況的一些的訴求 那我見不到為什麼一些這麼理性無實的訴求 政府是覺得我們應該有一些要讓步的地方 我想問民陣今晚是不是會跟組織成為了開會 那就是因為今天未有一個局勢 其實未有一個局勢 會的時候呢 我們都有討論過深入地討論過 究竟我們應不應該搞行動的 而我們上次的決議呢 其實的內容呢 其實是二十號二十一號去發起行動呢 是我們的大會授權了給我們的秘書署呢 是通過了去做的 也都沒有限制過我們那個行動的方式 是集會還是遊行 那我們整個大會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共識的 就是我們很相信我們香港市民呢 其實他們一直都很尊重我們這些共同目標的團體 可能我們在一個行動方式上面不一樣 但是過去上面 我們的公民社會都是很尊重民陣 我們有我們的一些規限 就是我們要搞一個合法和平安全的集會 那在過去的日子 可能在時間 可能在地點上面 從來都沒有一些衝突 會在我們的遊行 或者集會的過程當中發生 那我們的成員團體也都相信 這個既有的尊重 亦都會延續到它未來 謝謝你